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版本的合并 也就是把这13个合并到另外一个档案叫o.txt 那之前的程式我的写法是这样 我就是...反正我就先开一个空白的 然后把这13个合并过来 那就不需要存档的动作 可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范例,因为我之前写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多写那个存档的动作 好像似乎会让程式比较复杂 所以我就改写就是上个礼拜那个版本 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但是至于哪个版本好 可能就是自己在针对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个调整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这一段程式贴过去之后 特别注意可能要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就是路径 因为我的路径是在哪里 路径的话在这边 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那贴的话记得把那个SPACE这边要改一下 因为那个路径的话之前是在那个 我们教室里面的路径 其他还要改哪些地方看一下 其他好像就不用改了 主要是这个地方要改 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组行来跑一下好了 就是针对那个VBA这个目录 帮我存一个档 在桌面上叫o.xlxx OK 那我们跑一下 那首先的话这边有一个变数叫b 那b的话意思是说 是不是第一次开档 如果是的话呢 就跑 if b d是开档的话 那就怎么样 就是另外存一个档 叫做o.xlxx 桌面这边可能要改一下 路径这边可能要改一下 那存在哪里呢 存在我的桌面上面 所以桌面的话应该是这个 c 写线 users 然后后面的话是那个 所以其实应该要把这个名称改过 因为 我的名称跟之前上课的那个 我们教室里面路径不一样 所以把这个改一下 那其他都不用改 OK 好 那也就第一次开的时候呢 是要存档 那之后的话呢 就不用存档了 之后的话就把那个 这个档案呢 开的那个 后面的开的档案呢 通通放在这个o.xlsx里面就OK了 而且是放在apt 放在第一个的后面 有沒有 should.1 就是 那特别注意 如果将来你要开 那个以色的档案的话 那他记得 这个工作部的话呢 刮壶里面呢 记得要给他档名跟副档名 那e 也就是工作部里面的 哪一个工作表 然后一个一个开 一个一个开 那最后的话呢 把它分别放进去之后 最后记得把它关起来 那有个关键 就是save change 记得要等于true 也就是说呢 一定要存档 不然如果没有存档的话 完了里面 基本上 你刚刚做的动作 就是白费的 OK 那另外的话呢 do while回圈 其实在这里 扮演的角色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 你假设给他一个目录 那你让他去找什么 这个目录啊 就save change 里面的所有的 这个 e sale档的话 那基本上 他就会先找第一个 也就是可能找乙班 再找丙班 所以他回来的路径 会是档名跟副档名 那直到没有 比如说找到第13个 14个的话呢 那因为没有的话 他就会回传什么 回传空的 也就是说找到最后一个 他就没有 没有的话呢 那他就会回传是空 那如果空的话呢 基本上 那就等于 也就是说不等于空的 表示说是有档案的状况 那我就做底下的事情 也就是开档 然后把里面的工作表 放在新的工作部 O这个工作部里面 那如果呢 假如说呢 已经没有了 等于空的话 那我们就离开 离开存档 这样就OK了 那特别注意 DIR的话呢 他第一次一定是 跟他讲说 你的哪个路径 然后他回传 可是特别注意 之后的话呢 就不需要了 所以之后的话呢 只要给他DIR 小瓜糊 他就意思就是说呢 他会自己再帮你去找其他的档 所以呢 这个是 假设这个 先找乙班 那DIR Sfile的话 就会找 假设丁班 一串的一堆 那直到没有的话 有没有 Sfile如果没有了 那表示说没有档 那就合并成功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先B等于True 意思就是说呢 目前的话呢 我 然后 开档 这等于是 开第一个档 所以你会发现 Sfile 就是我桌面上这个路径 OK 然后 Sfile 先找到的档案是什么 DIN班 所以他会先找DIN班 好 那 DIN班里面 这个DoFile 里面是不是空的 里面因为不是空的 所以呢 等于True 那等于True 意思是说有档案 好 那先把DIN班做什么 先把DIN班呢 先打开来 所以你会发现 Worldbook.open 开档 开哪个档 开我这个目录底下的这个DIN班 所以这个地方打开 他会把这个档案打开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DIN班就被打开了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是不是第一次开 所以我就把他 先点copy 意思是说把DIN班 先copy一下 点copy的话 他会另外跳出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DIN班的一个档名 OK 所以你会发现 跳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他就会把这个 这个工作表 直接就 就是跳出来了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程式可能会有个bug 什么bug 因为我原来的那个 这个地方先把它停一下 因为我原来的这个 就是13个班级 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一律就要丁班 因为我分割 但是因为之前我把它改写 所以这个地方他没有丁班 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 需要再改一个东西 就是把他的活跃部名称怎么样 再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丁班里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看一下 这边的话 我再重跑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我一样 先开这个 那因为有bug 所以我们就 那你会发现 s file s file的前两个字就丁班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其实应该这样 就是说第一次开 把这个丁班打开 那可能要先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开档之后呢 直接把他的工作表 改成跟他的档名 是前两个字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 变更他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可能要在这边多写一行 改档名 那怎么改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开起来之后 那这个理论上 是已经浮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边 指向他的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所以shits shet 第几个呢 理论上最后一个 所以就第一个 他的名称.name 等于什么 等于sfile的前两个字 所以前两个字就是laps 然后前两个字的话呢 就是 再把ffile 所以把这个 这个变数名称里面的 这个变数 把它复制到laps 然后dote.2就可以了 ok 好 那因为我在中断模式 所以我再把它 拉到上面来 然后先确定一下 这个的结果 是不是 丁班前两个字 是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可能等一下 要 稍微改一下 多增加这一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 多增加这一行的话 那等一下程式会发生错误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那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边 执行刚刚这一行的话 应该就变成丁班了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f8 有 ok 那如果增加这一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假设 因为这个 主要是因为前面 之前我有改过层 所以这边的话 在这个底下 所以你们等一下自己再找一下 这个地方 增加 这个 重新命名的 部分 然后把它 这个 Ctrl C 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 把它Ctrl V 贴上 ok 在这边多这一行 ok 然后呢 底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然后呢 我们第一次开 所以就把它开起来 那你会发现 跳出来的这个档 那就会是丁班了 好 那把这个丁班做什么 这个就直接存成O 所以另存新档 存成O Save as 然后呢 把丁班关掉 ok 关掉 好 好 不过它会跳 是不是要存档 所以呢 如果说跳这个讯息的话 那理论上我们就是 这个地方 应该就是说 不要让它跳讯息 所以直接让它关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先把它取消一下 所以 待会的话 可能要在 这个后面再加上 不要 Save as 等于False 所以这个部分 我先停一下 后的话 其实我刚刚就是在补了几个地方 因为 换了一个写法 所以少了 第一个啦 就是说 工作部的名称 第二个的话 关掉档案的时候 后面请你补一个0 或者打一个False 可以啦 其实像这个False 指的是就是说 你要不要Save Change 要不要Save Change 不要 不要的话 因为它会跳是否儲存 所以我直接在这边 输入一个0 0就是False 就不要 意思就是说 直接关掉不要帮我存档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它关掉 最后会得到一个 这个O 的一个 工作 这个工作部 就是最后 把它 先移掉好了 我们再重跑一下 先确定一下 这个最后的程式 所以刚刚 我云端上面的程式 大概就是 几个地方改动 所以这边再补一个0 空格0 所以 理论上就是 补三个地方 稍微修正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把它换个颜色 就这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0 因为如果你没有补0 它比较麻烦 它会一直跳 是不是要存档 是不是要存档 其他基本上就没改 那没改 理论上跑 好看 所以呢把它执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先开一个All 的一个Excel档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 VBA的13个档 把它存进去 OK 相对比较复杂 所以如果细节部分 请各位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再会了解一下 因为 这个程式的写法 我是觉得比上个礼拜 又更复杂 理解上面 最后把它关掉 那记得 这个关掉的时候 要不要存档 你可以用SaveChange 等于 你可以用True 或者你这边补1 也可以 其实你不用加 SaveChange 其实也可以 其实它第一个参数 就是SaveChange 所以你这边打True 或打1 其实也都可以 表示说 要存档的意思 这边都不要存档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话打开这个 All.xlsx 你会发现 这里面呢 就会有13个班级的相关资料 有没有 甲班、乙班、亦班 依照亥班 那就全部通通合并过来了 OK 当然 如果说你将来的那个工作 其实 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里面可能有 一个以上的工作 工作表的话 比如说一个档 一个工作部里面 可能不止一个 像我们这边比较单纯 一个的话 那可以这样做 可是如果多个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 另外里面要 再跑个回圈 那那个回圈 可能要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 你就是变成 一个一个的放过去了 不然的话呢 它 就没有办法 把它合并过去 所以这边可能 城市又会更相对复杂一些些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不是整个工作表 而是 就是某个范围 那就是参考前面我们的范围写法 那那个 可能还是要自己做一些变化 因为 其实是 绝对办得到 只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 安排你那个城市的顺序 OK 那我前面有 举一些案例 那请各位 也许可以 试着做做看 OK 然后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 把它合并过来了 那我把那个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稍微再说一下 你们看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提出来 主要就是说 可能这个 这个地方同学 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 B OK 特别注意 主要就是说 我们 因为我要产生一个 O 点 XLXXX 这个 那可是 不能说每次都存 不然的话 每次都盖过去 所以呢 我就判断是不是 第一次存档 所以如果第一次存档的话 我用save as OK 所以 理论上是把那个 丁斑 直接是存档成O OK 其实就save as,另存新档 然后呢,之后呢 所以呢,再来就是把那个B 改成False 本来是True对不对 如果True就会走这里 改成False的话就走这里 这里的话意思说,以后就另外开新的工作簿 而是把 之后的每个 开起来的那个 工作表 直接就帮我放在 这个工作簿的后面 所以这边有个什么Copy 空一个After 这个All的第1个后面 也就是一直放在后面的意思 然后呢,自动就帮我关掉 不要存档,0 DIR就下一个档 下一个档,直到没有档案为止 最后就把它存档 大概流程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段程式码基本上 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路径是否错误 OK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因为 城市相对比较复杂一些些 所以呢,请各位也许 试着做做看 那我后面其实还要补充那个Fire Dialog 就是说会跳一个 讯息视窗让你去选 比如说呢,你今天的目录在哪里 你要合并 那你可以不用先指定 像我们这边是预设先指定到这个目录 那如果你不想指定的话 你可以把Express 改成用选的 选的路径在哪里 这样也是OK的 其他的话可能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好 那其他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呢我们就是再来看 同学也有特别提到就有关那个Outlook寄信 的部分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Outlook寄信 因为 我本身我这边的电脑 基本上没有安装Outlook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没有用Outlook来寄信 但是将来 如果说你要用Outlook寄信 就是寄Mail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 你必须要在你那个电脑里面装Outlook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当然 Office家族里面 那当然是用Outlook 那可是 如果你假设要寄信 还是用Outlook应该是最简便的 那其实 第一个 假设你Outlook都设定好了 比如说什么呢 POP3 跟SMTP 这些都OK 那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如果这些都设定好之后 再来的话呢 其实如果你要用那个所谓的Outlook来寄信 就很简单了 你只要把底下的第 7-4里面 第4页的这一段 范例 直接把它复制 贴到你的程式码里面 你的模组里面 其实呢 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那里面的话呢 可能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呢 你寄信的话 理论上 一定要有什么 就是对方的那个 email信箱 所以email信箱 你可能要把它复制到追 追二 也就是说呢 我是把它放在假班的追 这个假班追二 你可以切到我们的问题07假班 那之前的话呢 这个资料在哪里呢 你可以查 第应该是哪里 7-1里面 各位可以找一下 其实这边有一些预设的email信箱 你可以看到 在7-1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清单 跟email 那其实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假设你要练习 寄email的话 但第一个你电脑里已经安装好 那你就可以怎么 把 第二步的话呢 把这个清单加email 有不要先放清单好了 按shift 再点 最下面这个 也就是你把 这个清单Ctrl C 然后贴到哪里呢 就是贴到那个 问题07的假班里面 把它贴上 这边你会发现这边就有email 把它拉宽一点好了 email信箱 那也就是说 我们email信箱在这里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利用刚刚提到的 这一个范例 在 7-4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 2的话 就是可以从那个什么 shits 假班 从假班的那个工作表 里面的J2 J2指的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路径底下这个J2 就这个email信箱 那如果说 理论上我们的这个范例是说 如果你今天 假班的导师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假班导师的email信箱 那乙班导师的email信箱 如果说我要附加资料给他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这边BCC后面这个你可以拿掉 因为 主要是 这个是我的email信箱 那主要就是说 因为之前同学直接复制贴 那他练习的时候 其实也会BCC 就是有点像 密件副本 一份给我 那我就知道说 这个同学有在练习 我发现其实 这个练习 的比例还蛮高的 我发现同学很多人 就会拿这个范例去练习 其实记性好像都OK 所以我也会收到他练习的结果 那后面这subject是主子 主子当然你也可以换 比如说你主子 可能另外一个 储存格 你也可以把它塞进来 那body的话就是里面的email 你要放什么文字 你也可以在这边塞 那最重要的话就是说 你的什么呢 你的那个档案 比如说你想要把某个档案加进来的话 特别注意 你 这个attachment 这个attachment就是附加档 然后点add的话 这个 这个叫什么 activeworkbook.full name的话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 把这个档案 直接全部也一起寄给对方 所以如果你不是要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写成下面这一行 前面有单引号的 你可以把它拿掉 然后呢 就是 改写成哪个路径 的哪个档案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 帮你把 某一个假班 也许你附加的是 假班 的那个 这个 这个 以色档 那你就假班寄给假班导师 以班寄给以班导师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只要 点send 那基本上 他就把 这一封信件 就直接帮你寄出去了 OK 如果说你有很多信要记的话 你就是把 记信这个动作 写在一个回圈里面 然后让他不断跑 不断跑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 不断去记信了 但是可能要做一个设定 这个可能要找一下outlook 选项里面 记得要把信任中心这边 记得 他原来信任中心好像是什么 当 方读程式 不再使用 怎么 他要有一些 警告 你要把它改成没有警告 不然他会一直跳警告 所以这个可能要 自己再稍微试一下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 没有把outlook加上去 那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 跑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他跑个回圈 那程式一直跑一直跑 跑太快了 所以 我是建议 你可以 假设 这边程式可以再多一个叙述 什么叙述呢 就是说 在程式里面 你可以 让他跑慢一点 那可是我会同意说 老师要怎么样 让他跑慢一点 各位可以在那个 你们 VBA里面 还记得有一个 物件叫 Application Application里面的话 点下去有一个方法叫wait 如果说你今天 为什么你不能让他跑太快 因为如果假设你一下子跑了 几百个 几千个 几万个 记这么多信的话 那主机一定会把你封锁 而且把你列为黑名单 因为他觉得你可能是病毒 所以 如果你假如说你希望 城市 跑一封 记一封信 可能他停个几分钟吧 或者停个一分钟 那你可以怎么wait 那后面的话呢 你就给他一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用time value 如果你不会 写wait 后面的时间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 打Application点wait 然后按一个F1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跳说明 所以有些东西不会写 没关系 因为呢 官方都会有相关说明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的话 你就是写 有点像闹钟停下来 那如果你要停10秒钟的话 他这边可能要用这个 就是说wait's time 那里面的话就 hour minisecond 可能要仿造这个来写一下 OK 其他的话 10秒钟 你可以写 不过你就拿这个来参考了 wait 刮弧 现在时间 的10秒钟之后 所以如果你要等多久的话 那你可以这边 10分秒改一下 如果你要1分钟的话 你就0 冒号 01 然后后面00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他就等1分钟之后 再去寄第二封信 再等1分钟之后 再寄 下一封信 这样的话相对 比较不会被那个你的 mail server 列为那个黑名单 因为之前有同学 遇到这个问题 他跟我讲 说老师为什么 我的server 没有server会把他挡下来 那原因应该是跑太快 所以这里的话 你可以 把那个 Application点位置 也计一下 让他可以让程式稍微跑慢一点点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这个 我是把 刚刚的参考範例 放在7-3的地方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